警方和内地执法部门 堵破过利用虚拟银行户口洗黑钱的集团 一共抓了22人 涉案金额高达7亿4千万 岑慧恩报道 检卧的证物包括手提电话 银行信件、银行卡等 行动在本港拘捕了14人 包括一名31岁的本地男主脑 他并没有黑社会背景 警方说他负责招揽其余在港被捕的13人 开设85个快女银行户口 当中79个都是虚拟银行户口 在骗案所得的款项 会传入这些户口 他们会用金钱去招揽一些人士 去开设这些户口 给他们用来做洗黑钱之用 我们见到调查所知 这些开户口的人士 他们都会收到一些几千元的报酬 可能是1500至5000元不等 至于内地执法团队 拘捕了七男一女 他们负责遥拒控制这些快女户口 利用加密货币等的交易手法 将合共7亿4千万的黑钱 转去主脑的海外户口 其中2亿7200万是上年4月到今年8月 43宗骗案的骗款 其中一名76岁的女受害人 损失高达8220万 警方就说留意到近年洗黑钱的个案 多了使用虚拟银行和加密货币 是与我们香港银行业界的发展 都很大关系 因为自从去年开始 我们香港有虚拟银行的出现和运作 当然也有很多市民 他们觉得虚拟银行都很方便 很便利 所以也会开户 骗徒会无所不用其极 会有很多方法 当然他们有些会用 以资金去购买加密货币 这个我们都看到有些趋势 这个我们都会继续留意 我们都会作出调查 警方说会继续与虚拟银行业界 和监管机构紧密联系 打击牵涉洗黑钱的漏洞 有线电视记者陈慧欣报导